今天来对比一下Mizuno的245和Tetanis的T200 先来245 现在来换T200 手感上来说T200要更脆一点 245要更闷一点 245更接近一个实心锻造铁杆的感觉 T200更接近一个空腔容错铁杆的感觉 看一下数据的长一 干头速度平均来说T281.4 245 82.1 速度稍微差了一点 效率一模一样的1.35 起飞角T200稍微高一点 28.7 245 26.9 灯弹来脚基本一样 干面开扣基本一样 轨迹印塞要差不多 空脚差不多 球速的部分T200 109.6 245 111 估计主要是因为干头速度的差异 它们俩的效率是一样的 起飞角22.2对20.5 所以T200相对来说要起的高一点 倒旋4860对4840基本上一模一样 初始方向偏离T200往右1.4度 245往右0.5度 但因为球都是左取的 所以最终偏离中线的应该是245 稍微偏左更多一点 平均落点 T200是156上下偏差三码 245 159上下偏差两码 手感上来说我觉得245要稍微更好一点点 稳定性来说就这五颗球的散射区域 T200要稍微更好一点 T200相对来说干面厚一大一点 顶面也稍微厚一点 感觉会稍微安心一点 给我的感觉好像245更灵活一点 容易扣过来一点 起的角度T200要稍微更高一点 打的距离245要稍微更远一点 我觉得如果80以上的干头速度 应该245会稍微打得远一点 因为它起的稍微低一点 其实其以下的速度T200有可能打得更远一点 因为它起的更高一点 当然了他们两个都是锻造的干头 所以都可以去调节角度来获得更远的距离 或者更高的弹道 但就目前这两支的出厂设置而言 T200稍微高一点 245稍微远一点 T200停球稍微好一点 245操控性更好一点